受邀为台东设计展开幕表演的 夏威夷波里尼西亚文化中心舞团 日前来到台东的救星教养院 带来了一场结合夏威夷、大西地 以及撒摩亚文化的舞蹈表演 并且在现场制作了花环和图文刺青 让身心障碍的院童 感受来自夏威夷的异国风情 身心障碍院童们跟着夏威夷舞者手舞足道 夏威夷波里尼西亚文化中心舞团 以往力每到一个城市演出 都会安排一场公益表演 今年也不但受邀台东设计展开幕展演 更在台东县府的安排下来到救星教养院 与教养院院童、木星发展智能中心学员 和安心家庭关怀协会学生热情互动 波里尼西亚舞团他们出来外面表演的时候 他们都有一个习惯 就是要做一场公益性的演出 那今天我们特别来到了救星教养院 共同来跟他们做进行交流 那一开场的时候 院童也很开心的表演了一支舞道 跟这个舞团有一个交流 就大家就很开心 三个舞曲 一个舞曲是夏威夷的舞曲 从一群女孩子很开心的在海滩跳舞 跳到一对恋人跳这个爱的故事 然后呢我们有一个独跳 就是在形容我们猫一岛的美丽风景 最后我们以大西地和萨摩亚的这个草群舞来做结束 但是这个草群舞中呢包括了去跳水 去一起出去玩 男男女女青年朋友很快乐的情景 欣赏完精彩的舞蹈表演后 舞团成员也在现场开启了工作坊 带着学员们制作花环和传统图纹纹身 难得的异国文化交流与体验活动 让参与的上百位小朋友都玩得开心又尽兴 11号下午4点在铁花村也将举办一场开放性的演出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一同参与 记者夏佳慧台东市报导 晚安 好